今天我们来做糖醋小排 排骨冷水下锅 放入八角给排骨增香 大火烧开煮出排骨中的杂质 煮开后转小火撇去浮沫 然后大火再次煮开转小火 盖上盖子焖煮10分钟 10分钟过后关火捞出排骨控水 炒锅中倒入多一点油烧热 这个油等会儿还要倒出去一部分 所以不用怕油太多 倒入煮过的排骨 中火煸炒至外表金黄 煎好后取出排骨 倒出多余的油 倒入葱姜蒜 大火爆出香味 转中火 倒入煎过的排骨翻炒 多加一点开水 大概盖过排骨一多半的样子 给排骨增加点水分 这样炒出来不会太干 倒入生抽 香醋 绍兴酒 冰糖 大火煮沸 煮沸后转中小火盖上盖子 焖煮40分钟左右 40分钟后开盖尝尝咸淡 加盐调味 调好味后转大火收汁 我给吃的生抽和盐的比例不是固定的 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自行增减 收完之后关火 倒入葱花 均匀拌入排骨中 这一步温度不需要太高 用锅中余热即可 拌匀后就可以出锅了 你学会了吗 我们下次见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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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